各位同学很欢迎你们来上幼儿班级经营 那首先我们要说明幼儿班级经营的序论 大部分的老师认为工作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常规的问题 1985年盖洛普他发现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 学校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学生的行为问题 那么国内的话就是学业成绩比较低落 缺乏上课的意愿破坏课堂的秩序抗拒市长的管教等等 行为出现率比较高 那有关幼儿的定义呢国内跟国外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国内的幼儿定义基本上呢原则上是在入小学之前 就是六足岁之前我们都称之为幼儿 但是呢在国外的话认为是八足岁之前都还是算是幼儿 所以如果想要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教学 就要花时间好好的学习班级经营的技能 那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班级经营呢 吴清基这个老师呢他曾经说过 班级经营是师生共同合适处理教室中有关人事物的问题 那么班级经营的主要用意呢 是让幼儿能够参与学习的活动 而不是在控制幼儿的行为 那么班级经营也有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在国外的雷恩在1997年提到 班级经营可以维持学生上课的注意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传统上我们会使用外在奖励 但是新趋向我们希望是从课程本身来提升内在动机 使学生对行为能够产生自我控制 广义的班级经营内容呢 是把所有的教学历程都归属在班级经营之中 所包含的内容相当的广泛 比如说包括所有的人事物等等的相关事项 那么狭义的部分呢 就只有着重在常规的养成 广义的作者呢 我们可以举例有朱文雄老师的人事物这几方面 那么人事物所有的条件来做整体的规划 李源慧呢 他提到了班级经营呢 应该包括了解儿童 结交朋友 生活指导 所以呢 广义的呢 基本上他的班级经营是包括教学原理 有效教学 课程设计 这跟前面的定义似乎有所冲突 那么狭义的班级经营内容的话呢 就是比较着重在班级常规上面 跟教学 辅助教学有关的 但是不完全在教学方面的 比如说陈穆金老师所订定的班级经营内容 有ABCDEF A是什么呢 安排教室环境 B是建立和谐沟通 C是监督学生活动 D是建立教室规则 E是善用奖层 增强策略 F是处理学生的不当行为 好 所以呢 我们的结语是 班级经营的内容应该包含 提升学习的动机 安排教室的环境 建立班级的规则 善用奖层的策略 以及处理不当行为 协助老师达成教学目标的策略 谢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好 再见